红包打开了 你不是说很快打开吗 完了 我爸已经遇害了 你说我这媳妇嘛 他爸要做个蓝尾手术 就这么小个手术 非逼我给医生送个大红包 我就跟他说 我说这都什么年代了 医生素质都相当高了 没人收红包了 化验未落 他爸拿个感写杖光一下 送我一个大红包 你说我是送还是不送 送吧 原则没了 不送吧 命再没了 不送吧 但红包里面包的不是钱 是纸 爸 放心吧 没事 小手术 一会就有事了 他说了 我家里沈澄帮你找的是 最好的大夫 红包想要准备好了 放心吧 爸 你一定要挺住我 你要是有个什么 我三长两短的我也不活了 你拉倒吧 你老大母娘走的时候你就这么说的 怎么说呢 都这么压制 没事 我一会要是真出不来了 姓沈的 希望你能言而有信 爸我不是那意思 我行自我好好量嗓子 不是显得咱们也俩关系好吗 你算了 来 先生推进去啊 小贡马上开始 哎呀 你不是烦旗 给人家随力不能要 你不给怎么知道他不要 大夫 要吗 你觉得我能要吗 我觉得你不能要 那不完了吗 但有人觉得你能要 你们这些家属的心情我都能理解 但是医院有规定 不让收红包 就拿着呗 原则问题 你别磨叽了啊 就说人家不会要吧 媳妇 你干啥呢 你做法呢 我帮你们挡摄像头呢 你下来吧 不用挡了 谁到了 跟你下来吧 你上那出 巴这还没走路呢 你再让别的磕给收走了 刘大夫 您就别跟我们客气了呗 反正咱也不是一家人 是 不是一家人 但你爸是我的病人 就算没有这个红包啊 我也一样会治好他的病 说得好 刘大夫 你没辜负 说谁没辜负呢 刘大夫 你看啊 我们不是不懂事的人 这个各行各业都有自己的潜规则 您就 潜我们一下 来打住啊 就算是有收红包的 那也是极个别现象 代表不了整个医疗体系啊 您说的对 但我只知道 红包在 我爸就在 对 你要再这样的话 我不客气了啊 你看你 我说你不听 你大夫说你也不听啊 你非得让人说多少遍 你才能罢休 赛脸 你过来来 我保证不拍一次 别痴情吗 讲的 不可能过去 过来 哎哎哎 你比较多数字啊 我跟你说啊 四点半都 彼此都留在颜面啊 好 那我问你 有你那么给红包的吗 我给给我毛病吗 拿个红包问人家 要吗 那我怎么的 我不在跟人商量吗 你给你家人钱的时候 你商量了吗 你就是不想给 我不想给 那是我不想给吗 人家根本就不想要 你那么没法人家能要吗 你给的一点都没有诚意 我没诚意了 我没诚意了是吧 刘大夫 请您收下 我收下 我给他就那么有诚意吗 至于我话还没说完 就给夺走了 傻了吧 被现实抽了一记响 亮到大嘴巴子吧 媳妇 来来来 坐啊 咱屁如说啊 屁如 一个患者呢 给一身红包了 但是红包里 放的要不是钱呢 啥呀 卡呀 譬如 放的也不是卡呢 跟钱没关系 那还能有啥呀 譬如 放的是纸呢 纸 没叠成千只鹤呀 这都是医生玩的吗 那还贴上红包吗 直接把病人塞炉子里不就完了吗 再说了 哪有那么缺心眼的家属啊 我有那样家属 我直接我就拍死他 我 刘大夫 你出来一下呗 我跟你商量个事 不是你疯了 你喊什么 你把他调出来 你给我爸做手术 照现在看 他做还不如我做呢 爸 你不能进炉子呀 爸 不是 读过来 什么意思啊 媳妇 屁如 我就是那个屁如呢 是 你先去喝 啊 媳妇 刘大夫 你在对我爸下黑手之前 你先出来一下呗 是啊 你哪怕出来上个厕所也行啊 媳妇 我从不是屁如厕所 我爸是无辜的 爸 你再坚持一会儿 我现在就让媳妇 走你前边 你现在 冷静一下 冷静一下 媳妇 媳妇 你冷静一下 我怎么冷静 我爸现在是死是活 我都不知道 也许现在的情况 不是你想象的那么糟 我跟你说 万一现在医生 还没来得及打开红包 咱们现在这么一折腾 那么反动 打造惊蛇了吗 那万一 万一要是已经打开了呢 不会的 里面那么多人 收了黑钱藏还来不及呢 谁能打人家就行 就是鼠 那也得是做完手术了 自己找个干啥 偷摸鼠去 他说收手去 他把手术都做完了 完了 照你那么说 人家都送假红包了 那不对 举个例子 你今天犯病了 找人家一个专家 给你看病 给人送个假红包 那明天你再犯呢 怎么找人家 不把自己后路堵死了吗 但咱爸不一样 蓝尾 就像激素子似的 就一个 你想再切都没了 行 就算你说的有道理 但也没你这么干的呀 多险呢 沈童我问你 我爸对你还不够好吗 你自己说说 你说吧 好 你藏家里的烟 我爸怕抽烟对你身体不好 哪次不是他挖地三尺找出来 他自己给抽了 对你不好 家里的生菜生饭 我爸自己都不舍得吃 哪次不是他让你给打扫了 他对你不好吗 你每天晚上加班后面也回来 我爸怕你打扰他睡觉 哪次不是他亲手把你反锁在门外 他对你 还行吗 你是不是 现在自己都觉得 你爸能活到现在 我对你爸也还行吧 我爸对你势必对亲生的苛刻了一点 但是一点 野生的都没这么对待的 即使这样 我仍然觉得你爸 能做我的老丈人 我还是很满意的 他毕竟给我生了一个好媳妇 怎么突然就不那么 他真是打得我跟 措手不及呢 刘大夫 辛苦了 辛苦了 刘大夫 手术这么快就做完了 完了 红包拿去吧 完了媳妇 红包打开了 你不是说 我会打开吗 完了 我爸已经遇害了 刘大夫 刘大夫 一会儿都可以出来了 爸 爸爸 爸爸 爸 爸 爸还健在 我就是说那医生不是那人吗 行 我算他有点良心 不过老公你放心啊 就你抱那晚上 是个人看完了 不可能不报复 说 你把啥拉我爸肚子里了 你说啥呢 怎么把我说懵了呢 行了 别装了 趁我爸还没下病床之前 把你缝好的伤口再给我拆开 把你假装不小心 拉里的板子 剪子 刀子 剪子 都给我拿出来 干什么 你说你说的这叫什么坏啊 你把我当成什么样人了 我一开始收这个红包 是不想让你们担心 不想让你们在这 超车巴火的影响手术 我喝酒做完以后再还给你们 是吗 那你还给我们之前 为什么要打开呢 不是我打开 那谁打的呢 是我打开的 爸 爸 爸呀 你是吗 红包是我打开的 我看这红包啊 有点厚 我这个心有点小疼 我就可惜他不是帮你抽回那两个 我打开一看呢 我这个心更疼了 我就心疼我这姑娘啊 你 你这是嫁了个皮修啊 你说你咋这么扣呢 是纸巾不出啊 走了 不是 把我往红包里塞起 那不是扣 那是原则问题啊 这下明白了吧 放心吧 我给你爸做的 绝对是一台完美的手术 刘医生 我 是我太狭隘了 对不起对不起 谢谢您刘医生 我知道我现在说什么也弥补不了 我给您带来的伤害 哎呀 弥补啥呀 弥补 没事宝贝 能弥补 呃 呃 大夫 请收下这个红包吧 干啥呀 非得让我把这条纸收下呀 这不是可能的纸 这可是我花了三个半小时 剪成的跟一百块钱一边大的纸啊 那这就不普通了 你看 我 我就说绝成切纸贺吧 那娘们 你说 我包的这个红包 本来就打算 让您做完手术打开再看看 那现在既然已经打开了 那您就看看呗 刘大夫 祝您天天开心 好人又好抱 刘大夫 祝叔叔阿姨身体健康 长命百岁 刘大夫 祝您的姥姥姥爷笑口强开 祝孙满堂 刘大夫 祝您姥姥家邻居 能够跟姥姥 能够将组能玩到一块串去 咱们怎么没这皮呢 媳妇 三百六十五个祝福呢 哪那么好凑 我会变成了 你怎么会变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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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会变成了